你是韓國人?台灣人? 都沒關係 我呢? 大家好,我是尚的爸爸 我的兒子目前是雙重國籍 爸爸是韓國人,媽媽是台灣人 所以現在他是拿著兩個符罩 韓國的,台灣的 所以我們大人常常跟他開玩笑 問你是韓國人,你是台灣人 這個蠻有趣的 我們是都沒有這個選擇 所以我們大人常常問他 然後我也常常被問 你是希望你兒子是以後選 韓國人或是台灣人 那我就說我是都沒關係 如果他選韓國人或是台灣人 我是都沒有什麼差 對我來說台灣也是 我的第二個國家 我的兒子的國家,我的太太 我的家人的國家,因為他也是 20歲,他已經大人了 他選台灣,選韓國 我是都沒關係,我相信 我太太也是都是沒關係的 但是比較重要的是,希望我兒子 韓國的,台灣的,兩邊的文化 都有了解 比如說,如果我兒子跟爸爸的 朋友,家人,奶奶爺爺 都沒辦法過通的話 這是大的問題 或是如果我兒子完全不吃 不了解韓國的料理的話 那也是一個問題 那爸爸會很難過 我相信如果我兒子不喜歡吃台灣的東西 不了解怎麼吃小籠包的話 那我也是難過 我相信我太太也 這樣子的話也會難過 所以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不是我拿著什麼護照 這裡面是哪裡人 這是比較重要 然後我希望這邊是 兩邊都有穴道 但是如果你再問我 希望你兒子 比較偏是哪邊的人 那我就會說 我比較希望我兒子 偏台灣人 所以我希望我兒子小時候 在台灣長大 長大以後他就在哪裡 都是無所謂 我覺得最棒的一個台灣文化就是 大家都是朋友 這個對我來說是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在韓國我們都會看 年級 你是幾歲 哥哥弟弟 在韓國社會如果有年級不一樣的話 就有一個距離感 我也是我跟爸爸有其實蠻大的距離感 所以對我來說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是希望我兒子長大 然後我老的時候 希望我們兩個是沒有距離感 但是如果在韓國社會長大的話 我覺得比較難 但是呢在台灣長大的話 可能是不一樣 因為在台灣社會 是真的不會看年級 以前太太說 要減少朋友給我 然後我們大家都會見面 然後我發現 她帶來的她的朋友 是年級很大的 然後那時候 我其實蠻驚訝的 因為我的概念 朋友是年級 最小是差不多的吧 但是對她 我的太太來說 她也是朋友 她們是以前上班認識的 我看她們兩個 真的沒有什麼距離感 真的是朋友一樣的關係 我看我太太 太太跟她的爸爸媽媽 還有其他的親戚家人 年紀大小 都比較無所謂 大家都關係比較接近 然後我看這樣子的台灣 我要做希望 我兒子也是小的時候 在台灣長大 然後做自然的學到 然後希望我兒子長大的時候 我老的時候 我們兩個的關係 也比較沒有距離感 就是我太太跟爸爸媽媽一樣 如果你來韓國 你會看到 韓國人看起來都有錢 但是不一定是真的有錢 不是每一個韓國人都這樣 但是我也是自己韓國人 然後其實很多韓國人 就花很多Energy 在我的外表上面 所以大家都穿得很漂亮 以前我的太太來韓國住的時候 大概住一年半吧 然後發現她後來就開始化妝 她本來是不會化妝的人 但是她來韓國過幾個月後 就開始化妝 因為她說外面大家都在化妝 所以我自己一個人沒有化妝 都覺得奇怪 所以就開始化妝 搬過來 我以前剛到台灣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在台灣感覺 是我自己很努力 穿得要漂亮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也是後來自然的 比較不care這個衣服啊 還有頭髮 這個是很不錯的 如果你開始 不會很care你的外表 不會浪費你的Energy 在這個上面的話 這個Energy拿來 你可以用在別的上面 你會覺得其實很輕鬆 所以我住在台灣 是真的心裡有比較輕鬆的感覺 然後我是希望 我兒子以後長大 但一個不是畫很多Energy 在外表上面 外表沒有很漂亮沒關係 但是很多Energy 畫在這裡面 或是這裡面 但一個裡面是很漂亮的人 很帥的人 在這裡面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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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人 會不會 尤其中文的時候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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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